欢迎收看新闻快逝 CDC的最新数据显示 随着加州每天报告的新冠病毒感染数量稳步下降 这个美国人口最多的州 现在正式成为新冠感染率最低的州 根据CDC衡量感染率的四级系统 截至周一 加州是唯一一个社区传播被认为大量的州 其他49个州处于广泛级别的最高级别 联邦数据显示在过去的7天里 加州每10万人的病例数下降到了95.3 据加州公共卫生部门的数据 该州的齐挺阳性率目前为3% 加州公共卫生官员强调 新冠病例主要发生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 发病率大约是接种疫苗的人群的8倍 新的全加州范围的规定昨天生效 要求出席至少有1000人参加的室内聚会 需要提供接种证明或者新冠检测成阴性的证明 洛杉矶县也将于下个月开始实施一项命令 要求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或阴性检测结果 才能进入某些室内空间和室外大型活动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福瑞 今天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上表示 每12个小时就会展开反间谍调查 其中有许多需要防御的危险 尽管这位FBI局长没有详细说明来自中国的具体威胁 但他表示美国从2020年春季以来就一直受到中国网络间谍和黑客的攻击 他也在讲话中强调他不是在谈论中国人而是中国政府 他认为中国政府参与了广泛的多样性的盗窃和散布恶意言论行动 他表示联邦调查局会与美国政府和其他的合作伙伴一起追究中国的责任 以保护美国的创新、思想和生活方式 德国西部城镇伊达尔·奥伯斯泰英 上周六晚间有一名男子因为口罩争端而枪杀了当地加油站的员工 警方给出的影片显示这一名49岁的嫌疑人口袋中就有一片口罩 但在电源多次提醒之下依旧无动于中 随后发生了口叫男子放下啤酒离去 不过两个小时后他戴上了口罩重新返回加油站 并拿出了一把左轮手枪射杀了这一名无辜的收银员 他也在隔天早上前往警局自首称自己是被逼到了绝境 韩国超人气男子团体防弹少年团BTS 今天出席了联合国大会 并且发表了时长7分钟的演讲和新歌舞蹈发表会 他们此次受到联合国邀请以韩国总统特使的身份参与 并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在发言中成员们回顾了疫情期间的所见所闻 并呼吁各界不要将现在的年轻人称之为Lost Generation 更合适的称谓应该是Welcome Generation 即希望让年轻人可以一起迈出顺应时代做出改变 最后他们也表示成员们已经接种了疫苗 希望全世界都可以尽快接种疫苗 听着超高人气各个成员也在随后立刻冲上了Twitter的热搜话题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话语电视晚间新闻